其实作品的创作脉络一直以来都是以生活还有工作的相关经验来做为延伸发想 那因为我之前比较长时间有在当模特的关系 那模特这个工作他需要大量的接触时装还有高跟鞋等一些时尚的元素 那透过模特这个工作他其实会有不同的拍摄需求 那模特需要诠释不同的角色变化 那对于我而言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就摆在人生历程来讲的话 在不同的时期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去扮演不同的角色 那我觉得像穿高跟鞋这个仪式对我来讲就有点像是 我穿上了高跟鞋以后我就要进入到模特必须诠释好的那个角色画面里面 所以这对我来讲是一个仪式性的行为 那这个比较大幅的作品呢就是在讲 其实我自己在模特圈的一些感受 那其实就是人跟人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 那不止模特圈其实在不同的工作环境圈子 其实一样都有这种事情在一直不断的发生 所以我觉得这些画面它其实没有一个很具体的人像在里面 可是它其实就代表我们每个人生活中的缩影 那这系列比较小一点的作品 其实是像那个巴黎世家 他们有一系列的形象是有一个很细的高跟鞋 后跟只间踩穿一颗橘子 那我觉得那个画面很有视觉张力 那再加上我自己的画面元素也有很多是以高跟鞋为主的 所以我就觉得我可以以一系列的水果作为发想 那用色票的概念形式去呈现 我就做一些比如说粉红色的水果就是火龙果 绿色的水果是奇异果来去翻玩它 那这系列里面我也玩了一些概念性的东西 比如说黄色跟水果之间的联想 我们通常都会是以香蕉为主 可是我就故意选用了小玉西瓜 就是乍看不会想到的东西 但其实也都在合理范围内的一个概念 那我是觉得这系列是比较充斥着冲突感跟幽默感的作品 那墙上这一系列呢 它其实也是一些生命经验的延伸 因为当摩托尔的关系身形都比较纤细 那当然会大家都觉得啊你都没有在吃饭啊 皮包骨啊之类的 那我觉得很瘦很瘦的极致这个形象其实就是一个人骨的概念 所以我就把这一个符号储存在记忆里面 然后看什么时候要创作可以拿出来作为一个画面里面的表现 那再加上那阵子有人问我说有没有花的作品 那我想了一下那时候还的确没有花的作品 那我就在我的记忆库里面翻 看有什么东西可以诠释出我心中的花 因为花通常在创作上我们都会直觉 比较联想到是一些优美比较粉嫩的感觉 那我在想我在做的话应该不会是这样 那我也很期待自己做出来是什么样子 所以我就观察了骨骼的形式 我就觉得骨骼它其实整体的概念形状 它很像一个很好看的花器 它是一个很有美学形状的花器 然后我觉得骨骼它其实承载了我们灵魂跟生命的重量 它其实就算是一个对生命的离赞跟感叹 所以我为了这一个生命形式 我为它们献上了一些花束 那这些花束其实都找得到它们是哪一种柯明木状 只是我有稍微把它稍微做一下删减 比如说这个因素花它其实是有锯齿状的叶子 但是我把它拿掉 然后这个牵牛花它原本的叶子也不是长这样 我也把它改成另一种叶子 其实我就是要撇除掉它原本的花语 就是让它有一点点不同于原本的样子 让大家自己去创造属于它这个画面形式的花语 那像这一张它比较单纯一点特别一点是 它就是以一个花戚的形式插了一根棉花在里面 但是旁边还加了三只小白鸟 就是白鸟的形式跟棉花的形式有点像 就有点小小的趣味在里面 很像是棉花们长大会变成白鸟 或是白鸟变成另一个形式就变成棉花 一个颜色跟形象稍微混淆一点的这种趣味性的概念 这两个系列非常的冲突 你是说这系列跟这系列 因为我觉得模特儿这个工作 它其实范围是很广泛的 再加上艺术创作这件事情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在考验你的创造力 还有创意性 所以我觉得这系列其实是一些角色扮演的感悟 那这系列就是对于模特儿这件事情 可能身形啊还干嘛的一些反思 就是一个很瘦很瘦的概念去做的一些延伸 我发现你个人非常喜欢玩所谓的重度的色彩 对不对 那为什么你的骨骼用比较同性质的颜色 其实橘色系为主的颜色 我大概从2019就开始在做 因为2019年Pantone宣布的年度色就是珊瑚橘 所以那时候我做了很多橘色系列建成的作品 就是从比较粉嫩的珊瑚橘 到比较浓烈的纯橘色其实都有 那这样画下来以后 我自己其实是比较喜欢这种风格强烈的画面 那我原本也想说可能到了不同的年度 Pantone宣布了不同的年度色 可能可以以当时宣布的颜色来作为画面创作的色调参考 可是也因为橘色这一系列视觉感太强烈了 我自己也很喜欢 所以我还是把它当作主要颜色在使用 那可能其他年度的年度色 就是当作画面一些其他辅佐的颜色这样子 像今年是黄色跟灰色 那因为我喜欢强烈一点颜色 黄色跟灰色对我来讲有点太柔了 所以如果要呼应这个年度色的玩法的话 我可能会比较以局部局部的形式 去安插在亮橘色的画面里面这样子 我可能会比较以后